把桑叶放锅中蒸一蒸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大家好 欢迎来到 专摩利美食 对于桑叶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在我们乡下 又被称为神仙叶 知道的人说它十分珍贵 可惜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药用价值也非常的高 今天就用桑叶和大家分享一下 农村99岁老奶奶的养生吃法 省钱又食用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下面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 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特意回了一趟娘家 采摘了新鲜的桑叶 先用剪刀把上面的嫩芽和叶子剪下来 桑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 含人体所需要的17种氨基酸 粗蛋白 粗脂肪等营养物质 桑叶中含有一种特别的生物碱 它是糖甘酶的抑制剂 作用非常的大 常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有好处 全部剪好后再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小苏打 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没过桑叶的清水 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而小苏打是一种碱性物质 有很强的分解能力 可以有效的去除桑叶的杂质和虫暖 用手给它搅拌一下 使食盐和小苏打溶解开 接着像这样给它来回轻轻的揉搓 一下子就可以很轻松的把桑叶的虫暖和杂质清洗下来 这时大家可以张大嘴巴看一下 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我们再把它控水捞出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多清洗两遍 直到把水洗至清澈为止 最后将它控水捞出 放在钉板上把它切成粗一点的丝 这样方便之后的操作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放入蒸架 盖上盖子开大火让它烧开 水开之后再把切好的桑叶放入锅中 用筷子把它平铺均匀 盖上盖子给它蒸两分钟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杀青的作用 同时还能去除一部分苦涩的味道 能使我们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纯更加的好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一股淡淡的桑叶清香味扑鼻而来 特别的好闻 桑叶的颜色也是变得非常的翠绿 好多朋友在制作桑叶茶的时候 不经杀青直接晒干 那样做出来的桑叶茶苦涩味比较重 喝起来的口感也不怎么好 把蒸好的桑叶取出来放在钉板上或者是波机上面放凉 用筷子平铺均匀等到不烫手的时候 我们再把桑叶的水分揉搓一下 揉搓的时间不宜太长 只要稍微的破坏一下桑叶的细胞壁就可以了 使桑叶的汁水完全覆盖在表面为止 揉搓好的桑叶我们再把它打散开 放在钉板上 用筷子把它平铺均匀 再把它放在太阳上面晒上一两天就可以 两天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的桑叶也晒干了 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还夹带着一股茶叶的干香 非常的清新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 可以密封好的玻璃罐子 再把晒干的桑叶放进来 一道非常简单的桑叶茶就这样做好了 纯天然无添加纯手工制作 吃着非常的健康放心 我们一次性可以多做一点 放家里或者是上班的地方 随喝随取非常的方便 想喝的时候取上一些放入杯中 然后加入一些枸桔 最后再加入200度的开水 激发出它的营养成分 用勺子搅拌搅拌 放凉之后就可以开喝了 这样泡出来的茶 味道特别的清新好闻 喝上一口满嘴都市清香味 有一股干干纯纯的味道 喝着特别的舒服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每天适当的喝上一点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我乡下99岁的老奶奶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做上一些 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 桑叶它是植物之王 它的作用真的是拿钱都难买到 想不到乡下白给都没人要的桑叶 既然全身都市宝 条件允许的朋友 一定要自己动手亲自来体验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蒋蘑莉天天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